2024年的新大蒜价格暴涨已经成了一个定局 有这三大因素已经确定了下来 大家都非常清楚 再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农民种植出来的2024年的新大蒜又要开始大量上市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咱们农民朋友开始议论纷纷了 哎呦 2024年的新大蒜价格到底是1块8一斤呢 还是在2块5一斤呢 还是在3块5一斤呢 在这里呢 我想和大家说一下 今年的新大蒜价格既不是1块8一斤 也不是2块一斤 更不是3块5一斤 而是这个价格 看完这个视频呢 你就知道答案了 大家好 这里是三龙雷哥 在视频的开始呢 也和大蒜说过了哈 2024年大蒜价格大涨基本上成了一个定局 有这三大因素来进行确定 首先咱们想看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哈 前一阵子有云南的大蒜上市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蒜价格是多少钱一斤 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答案哈 凡是吃过云南大蒜的朋友们都非常清楚 云南大蒜价格前一阵子划到10多块钱一斤 好的时候会达到12亿斤 12亿斤要朋友们 现在的这个价格呢 在我们河南山东安徽部分大棚里面的大蒜已争出炉了 而且现在新鲜的大蒜价格 鲜的新鲜的酸鲜价格已争也上市了 部分上市了 早熟大蒜的哈 这个鲜大鲜鲜蒜的价格 目前来说地皮收购价格最低是达到了 有的时候7块5好的话 技术会达到8块钱一斤 零售价格可以想象而知 零售价格我估计肯定不会低于9块钱一斤 甚至不会低于8块钱一斤 因为收购价格放在那边呢 哪个收购商怎么可能赔钱来进行做这个生意呢 是不是朋友们 还有一个因素呢 也就是说 现在承包大蒜的一些大蒜户们 也就是说这些地主们资本家们 他们现在也是抬高了这个承包这个大蒜地块的价格 如果大家经常关注大蒜行程的朋友们 都非常清楚 在上个月的时候 上个月中旬的时候 承包大蒜的这个蒜户们 承包商们 他们那个时候出价是5000块钱 5000块钱就好比在我们村子里边 或者是隔壁我们县里边 其他这个种蒜户 基本上都没人 无人问津 没人管他 基本上没人管他 你5块钱一斤 你闹过小孩了 是不是 菜不把农民当回事了 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到3月20号以后 那个时候承包算的时候涨价了 涨着到6000 6000一亩 6000一亩吧 那个时候 隐隐约约的好像也有一些农民想成交了 成交的不多 但是呢 到了这个4月初的时候 价格又上涨了 7000块钱一亩 这个7000块钱一亩 7000块钱一亩呢 在我们县城 其他地方 我们村子里边我不太清楚 我们村子可能 可能最近没有包出去的 其他地方 7000块钱一亩 包的人还比较多的 7000块钱一亩 也就是说从现在时候承包 你啥都不用管 包括踢蒜团 灌溉 还有这个 还得那个 浇地 还得灌溉 还得这个浇水 不招手 还得不行的 原因你知道哈 朋友 这样搞下来 也就是7000块钱一亩 农民 成交的 相对来说还比较多的 因为中间不用管了 你不用拉了 也不用出了 没那么累了 是不是朋友们 但是有的都没算下来 哎呦 万一赔钱了咋办 说实话 如果你低你的大蒜 产量高的情况下 你很有可能会 高出这个7000块钱 意思也就是说 你有可能会 赔这7000块钱 有可能会赔这个7000块钱 但是说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看你 你的产量怎么样了 是不是朋友们 大家都应该记得 在去年 新算的价格 先算价格哈 成交最低的话 是1块6亿斤 卖一天涨一天 卖一天涨一天 最高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村子里 都卖到一块 将近1块7亿斤 今年的先算价格 有的几个别地方都出来了 包括我刚刚也说过了哈 我们这边超市最低卖的话 5块多到6块钱一斤了 先算的价格 收购价格是多少钱一斤的 前置的我发 我刷视频的时候 最低的价格 收购价格是2块5一斤了 比去年 一斤高的时候 就降价8毛钱 现在是比较早一些 也真的不知道 到那个时候 到收先算的时候 价格能不能突破2块5 甚至会达到3块钱一斤 这个是未知数 但是也有的这个中国的大户 也说到了 今年的大算价格 反正先算价格不低于3块钱 干算价格怎么着 也会达到3块3块5 会高达4块钱一斤啊 甚至会达到5块钱 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是不是 这个价格呢 咱们只是一种推测 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数据呢 咱们只能戏目一待 戏目一大哈 另外呢 目前这个大算价格 基本上一天高出一天 原因呢 也是非常清楚 再者呢 可以说 种植大户并不多了 今年种栓面积 和去年相比来说 和去年要么持平 要么比去年还要少 是不是 这朋友们 这个以证思就答案了 以上呢 就给大家所分享的 关于种植大算 今年2024年先算价格 先算价格 反正上涨 暴涨也都成了一个定局 原因呢 有以上三个也和大家说过 第一个的就是 有这个云南的这个大算价格 比在这照着呢 第二呢 现在算账价格 七八块钱一斤 现在还有一个承包大算的 承包大算户的 这个价格费用 有五千涨到六千 六千涨到七千了 我希望还要再涨 因为这奴民 好处太大了 是不是 朋友们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 您呢 您觉得大算价格 是不是渴望在即呢 您觉得 今天大算价格 是多少钱一斤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落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比这个更精彩 夏天的不加不散 拜拜